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 不过我最近做一个长期研究正在收尾 研究结束以后 您照样可以住进来啊 您搬进来以后 可以为我们的住户提供心理咨询 这样不也照样可以拓展您的事业吗 说的也有道理 不过我不确定什么时候可以入住 没关系 我们会经常见面的 我的意思是说 您现在是我的客户了 以后 我一定会经常来拜访您 你只想要看看你的梦中情人 比我想要这种朴素嘛 我真不知道找你来是干什么的 静看这些没用的东西 我发现他旁边那个男的 好像和他很暧昧 你这心理医生可不可以说些有建设心事 我可是你姑姑请来的 您就不能对我礼貌点 喂 我们叫你坐在这儿去找我姑姑去 没人知道是他亲我的 不愿 你要不要去那边转转 我带你过去 哦 走吧 来 不放心就跟过去看看吧 我是这么小气的人吗 哦 那我不说了 你要小气地守护你爱的人 还是要大气地让他把你甩了 你选吧 我去上下洗手间 你是不是 我跟您聊 我跟您聊一会儿 聊一会儿 我聊一会儿 这您看看 李国庆 这个 真是你啊 你 你不记得我了 五年前你是带任消消来到医院 那个时候我们认识的 徐大夫 您叫徐 徐之杰 你好 瞧我这个记性 李警官 最近还忙吗 忙什么忙 我都辞职了 你就是任萧萧 这个世界也太小了吧 你们两个居然还认识 是啊 不好意思啊 给大家添麻烦了 对了 我去车上拿点东西 一会儿就回来 这里还有一些甜品 好 我先去了啊 萧萧 很高兴认识你 我们坐吧 萧萧 咱们去那边吧 靳凯 大叔 我过去 萧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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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 徐大夫 走 谢谢 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 对了 刚才和你说话的那一位 就是五年前 送我去医院的那位警察吗 林小姐 我是市局状案组杨海明 来这儿呢是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 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可能很困难 但是 只要你开口 我们一定会尽快找到凶手的 那你问 现在我的病人 现在需要身心安静 他不适合做熊 老实说不适合不适合 但是我们必须在病人保持清醒的时候才能进行彼录 如果这次再让凶手跑了 他很有可能会再次作案 要知道 这个凶手的动机没有别的 只有杀人 杨警官 我希望你可以在我的病人面前 注意下你的措辞 你一个精神科的大夫 没资格知道我怎么办案 喂 林队长 我是智杰 你拦着我干嘛 晓晓 你没事吧 没有什么事 就是有点好 任小姐 好久不见 有一件事 想请您帮个忙 看样子 人要是不相信命 是不行的 你就说我吧 好不容易放下了毒蛇 放下了工作 放下了婚姻家庭 住进了这个单身公寓 可没成想又遇到这些事 意料之外才是人身吧 不是吗 徐大夫 在任小小没有指认之前 我希望你对乔胜宇 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 当然 不过 调查过程我能参与吗 这种事怎么能缺得了您这种专家呢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不敢送 拜拜 对 可没 好 是啊 我都跟你说他需要时间 吹了飞 这是什么 对不起 你不是那个 这么烦告别派对上的那位吗 你是 我是听说有新的邻居搬进来 所以有些担心 故意过来看一下 担心 是啊 你不也见过原来住在这儿的那个郑凡了吗 多帅的一个花美男 如果要是代替他的 是像六号大叔那个长相 好 那我们单身公寓的颜值一定一泄千里 哥 几本制屏 几本制屏 你的皮肤好好啊 用的什么护肤品啊 师庭路雅 你好 我叫许志杰 你好 安吉丽娜 你好 你是做什么的呢 我是一名大夫 精神科大夫 太巧了 我正好记事上有问题 你别急 我已经和周总谈过了 我会为单身公寓的住户提供我专业性的服务 不过 要等我认识所有人之后 好 那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郭先生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小小小小 怎么又有危险啊 最近有什么新的情况 我是指这两天 你先冷静一下 如果发生什么情况的话 小小小也不会坐在这里 对 俊凯二十四小时在身边陪着我 也没有机会发生什么意外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了 那个人又作案了 我觉得 应该把小小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实在不行 我们向警方请求保护证人 等会儿 什么保护证人啊 我是有知情权的人 你们必须得告诉我真相啊 行了 你能老实待会儿吗 行 就算你们不告诉我也知道 你们现在就是我怀疑的对象啊 俊凯 我就知道我这样了 之前说了不让你来 你非得来 凭什么呀 这个事啊 只能全靠你了 他这次作案 是在什么时候 十四号晚上 十四号的晚上 不对啊 那个时候盛雨还在医院呢 在医院怎么办 他就不能溜出来作案吗 你怎么老替他说话呀 别忘了 小小的命还在他手里呢 如果盛雨真的是毒蛇 那我们更不能贸然行事了 嗯 我们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 我会先把小小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你放心吧 我比任何人都关心他 以后就可以在你的房间帮你治疗了 我是真没想到 最后你还是搬进来我们单纯公寓了 不过我警告你 你可不要当我姑姑的间谍 我是受到你的姑姑邀请才搬进来的 但这可不是我搬进来的真正目的 那是为什么呢 哇 该不会是你这个风流倜傥的名医 想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过一下单身的生活吧 欢闹 哎我劝你啊 还是赶快搬出去吧 这里不是你想的那样 但是我真的很期待 可以让封闭多年乔胜雨的心再次打开 这个地方一定很趋 不说这个 我想到这我就烦了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让人心定下来的地方吧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不会有宁静的 再过几天又到时间了吧 你真的不考虑让我陪你去 每年都是让你一个人承担 我这个主治医生 真觉得很实质 多亏人是在帮忙的 此外来的地方是在帮忙的 我下来的地方是在帮忙的 我下来的地方是在帮忙的